曾子曰 可以脱六尺之孤 可以继百里之命 临大劫而不可夺也 君子仁于君子仁也 曾子说可以脱六尺之孤 大概就是十五岁这种 脱孤以前那个刘备就把 刘备就比较阿兜 脱孤给诸葛亮六尺 像周公 当时周公成王就是差不多十五岁 周公当了摄政王当了七年 还有呢像义寅 义寅就是辅佐太甲 这个可以脱六尺之孤 可以继百里之命 继百里之命就是整个百里 以前诸侯就是百里 百里之命就是正命都交给他 意思这个人就是摄政王 代理国王 这个人在平时可以脱孤 可以寄命 在紧张的时候呢 临大劫而不可夺也 临大劫就是储变 平常是这样 储变的时候呢 碰到厉害交参 碰到这些生命的危机 因为权力在最高的时候 有时候有很多的危机 这个人是临大劫而不可夺也 这个人的志向 这个人的劫潮是不可以夺的 君子仁于君子仁也 是不是君子呢 真子说是 因为君子最后就是要成就这些治国的气象 而治国的能耐就是这样 可以脱孤可以寄命 临大劫不可夺 谁诸葛亮 谁奏公 谁义隐 像这样的就是君子 这就是在历史上找典范 你把真子读完 就知道整个一个中国的儒家读书人 是怎么经营他的一生